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聊到 Honda 了 所以今天就拿 Honda 来聊一聊 因为 Honda 最近在国际市场也好 还是在这个东南亚市场也好 都有一些动作啦 那么这些产品可能会有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有一些基本上是确定会来啦 所以今天就趁这个有空的时候 就聊一聊这几款新 Product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 就请大家先跟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首先要讲的 Product 就是已经在这一个 一些国际市场还有日本发布的 这个小改款的 Honda HR-V 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个中国版的 HR-V 跟日本版的 HR-V 是有不一样的 而马来西亚用的 HR-V 是跟这个日本版本一样 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这一款车型啦 那么这次小改款增加了什么东西呢? 其实它主要是一些细节上的变动啦 例如讲它的这个前面的水箱护罩 头灯组跟尾灯组的形状有一点变动 让你看得出它是一个小改款的车型 那么日系车的小改款呢 主要是为了可能修正一些之前车型 可能没有那么完美的地方 例如讲它的隔音啊 组装或者是设计的部分 所以这个日系车是不会有中系车一年磨三间的情况出现啦 那么接下来要讲到它改变的地方啦 首先在这个日本市场呢 它还是用这个1.5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还有1.5公升的IM&T混合动力引擎 那么自然进行引擎没有任何的改动 主要讲的是混合动力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31PS 然后风静率表现253Nm 然后匹配着一个ECVT变速箱 另外因为这个日本市场的关系呢 它会有这个All-wheel drive 系统 那么讲到这个数据呢 大家可能会认为就是讲 它其实跟这个现在卖的好像也没有差别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日本的这个工程师有讲到呢 其实这一次虽然讲动力一样 但是它们修正了软件跟EU化了硬件 因此这个小改款的HONDA HR-V HYBRID呢 它的加速会更加的快 然后整体也会更加线性更加流畅 给你一个更好的移动体验啦 那么呢 在这个内装的部分呢 最大的改进就是这个排档杆前的植物空间 因为之前它为了设计的关系 所以它做了一个Design 就是可能从你的Find passenger side 要伸手去拿东西不会那么方便 但是这一次它主要更改的就是在这一点 所以呢 就是让你的这个空间表现更大 然后拿东西也更方便 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大的升级点啦 主要就是更新这个隔音的部分 另外呢 在这个日本的官网呢 其实是有选配这个氛围灯的设计的 我自己猜测哈 因为这个氛围灯已经成为了马来西亚 或者是一个国际市场很重要的一个配备 我相信呢 未来这个东南亚版本的这个HONDA HR-V呢 是有概率加入这个氛围灯设计的 如果有的话就要给一个赞 那么在马来西亚的话呢 我相信除了这个1.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这个1.5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之外 1.5公升的VTEC Turbo引擎也会获得保留啦 不过呢 这款车应该不会在今年看到 最快都要在明年的年初啦 那么第二款车型呢就是HONDA CIVIT的小改款车型 这款车刚刚在泰国市场发布 那么这款车改进在哪里呢 如果你看它的外观设计的话 它只是在这个前面的保险杆进行一点点小小的修整 整体的外观设计跟现在卖的车型一样 那么在泰国市场呢 他们的HONDA CIVIT跟马来西亚一样啦 就是1.5公升的VTEC Turbo Engine 还有这个2.0公升的IMD混合动力引擎 那么这一次呢原厂表示 这个HONDA CIVIT的改进呢 主要是在它的操控表现 还有它的一些细节 同样的跟这个HONDA H-RV一样啦 割音会有进步 然后操控表现更好 然后呢为了应对呢 这个HONDA CIVIT的特性呢 大家知道HONDA CIVIT 大家买来就是当这个performance开开的 而且它的performance在同级的车款里面 确实算不错 所以呢他们在RX的版本上面呢 追加了一个运动模式 还有这个竞技模式 这个竞技模式呢 我觉得是对于一辆飞行人车里面 是比较少见的啦 通常我们只有在HONDA CIVIT Type R 上面才看得到 可是这一次小改款的CIVIT 确实是会有哦 之后因为泰国政府策略的关系呢 这个HONDA CIVIT 在泰国的小改款版本呢 他们的混合动力版本是有一个降价的情况啦 不过在马来西亚我们主要是看政府的政策怎样 因为目前马来西亚政府给予混合动力车款的政策 只有这个EEV 相信EEV这三个字大家都很熟悉 它是有这个扣税但是扣不多 所以我相信马来西亚版本的这个HONDA CIVIT RSEHEV 价格变动不会太大 至于在款车什么时候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呢 我觉得我们可能还需要等一等 同样的应该也会在明年才发生啦 今年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那么第三个要讲的可能是一个全新车型 这款车已经确认会在印尼市场发布 至于未来马来西亚跟泰国有没有就暂时还不得而知 这个就是全新的HONDA STEPWAGON STEPWAGON这款车呢 在日本市场是一款卖得非常好的中型MPV啦 它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这个Nissan的SERENA 还有这个TOYOTA的VOXY等等的车型 那么呢它也是采用一个对滑门的设计 对于MPV来讲有这个对滑门设计 对于乘客上下车来讲都比较方便 另外呢如果你是parking在比较窄的空间里面哦 它的这个开门也不会造成困扰啦 就是讲你不用担心你开的时候会敲到旁边的人或者敲到墙壁 这个情况是可以避免的 另外呢这个全新一代的这个STEPWAGON呢 它就维持了这个HONDA一直以来的特性就是大空间 所以呢这台车我将近如果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话呢 它会为这个INNOVA也好啊 还是INNOVA ZENIX啊 还是这个SERENA造成一定的影响啦 不过很可惜的是这个新一代的STEPWAGON呢 它取消了这个上一代很著名的这个WAKAWAKA的门 不过我觉得问题不大啦 因为那个门其实设计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啦 实用性可能在马来西亚是体会不到啦 不过你有看法的话你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那么在这个引擎跟动力的配置的部分哦 其实大家不用讲应该也猜得到了对不对 就是1.5L VTEC Turbo Engine 还有2.0L IM&D混合动力引擎 不过比较惊讶的是哦 在印尼市场呢 它们只是提供这个1.0L IM&D混合动力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呢跟HONDA HR-V一样啦 是184PS大概是188HP左右 峰值扭力表现呢则是315Nm 如果是想放在这样Size的MPV上面来讲呢 这个动力表现呢已经多过足够了 因为你开着MPV的话你也不会每天拿来飞对不对 而且呢因为这台车呢它主要是以电击曲部 然后Engine会击进去做一个辅助 所以它的动力表现在HONDA CR-V上面 我觉得是可以满足我的需求的 放在这个Step-Wagon呢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差啦 而且要值得一提的是哦 如果是讲呢它跟这个E-Power对比呢 它在整体的这个使用逻辑上面呢 应该会比这个Selena的E-Power版本更出色一点点啦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大家要注意的 这款车呢目前是肯定会在印尼上市了 价格暂时还不知道 我相信呢这款车可能会有考虑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因为其实这几年HONDA Malaysia是没有全新的产品发布的 他们有就是一小改款的升级 所以他们不可能让这个情况维持太久 而且呢这个中型MPV确实是有不错的市场 你看Recon的那个Voxy还有这个Noa都卖的不错对不对 如果有个全新的MPV来抢这个市场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 对于消费来讲多一个选择也不是坏事对不对 以上提到的三款车有两款小改款 等一款的这个全新的车型 我个人是更期待这个Step-Wagon 因为我们看马来西亚市场哦 中型的MPV其实来来继续就拿两款 不是Innova就是Serena 你选择不多 如果有多一个选择的话 对消费者来讲肯定是好事 不过如果是踩引进这个2.0的IMD版本的话 相信它这一个价格可能会没有那么优势 除非它CKD 那么你觉得如果Step-Wagon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话 会不会CKD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或者你有什么看法的话 都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内容啊 记得把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